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靠着特别设计的手摇自行车 从南投的中兴新村出发 打算挑战13天的环台之旅 这次要骑几公里 差不多1000公里 1100公里 我看你们脚踏车不太一样 对 这手摇车 手摇车 自行车协会 经济部技术出研发 那这个对你们操纵上 倍率是不是要比较好 对啊 当然 就要训练了 我们已经训练三个多月了 上坡呢 上坡 现在就要调息了 调呼吸 调韵律 都要 就靠那个韵律来 呼吸来咬 不能太快太慢这样 你对这个环岛你有没有很有信心 当然很有信心 今年是民国百年 除了之前我们在国庆日时看到有盛大的庆典活动 民间也用各种创意的方法来一起表达庆贺民国百年的心情 记得吗 我们常在国庆庆典上看到被称为是名传金钗的接待人员 他们都是学校特别挑选出来的学生 对于能够参加国庆庆典也保持了美好的回忆 日前就曾经担任民传金钗的毕业生在脸书上发起了跳啦啦队伍的快闪活动 邀请民传金钗一起来庆贺民国百年 人来人往的西门丁突然出现快闪足 小智幼稚园小朋友大到四五十岁的壮年辣妈 跳起啦啦舞动作干脆利落 路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他们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 有学生 空姐 生意科技 金融业人员 快闪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 发起人朱延岚是名传大学啦啦队校友 毕业二十年后决定在脸书动员 找同学骑跳啦啦迎接百年国庆 一百年在我们这一生可能就这么一次了 所以这么样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们当然好好把握 然后用我们自己最特殊的方式 向这块我们热爱的徒弟大声说声 台湾加油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没想到不但以前名传金钗回来了 还有不少人自愿加入 在过程中找回许多席日的感动 是可以跟十几二十年的朋友 再次见面参与这样的活动 真的是非常意义非凡 快闪成功 但爱国情操不快闪 现场民众深受影响直呼感动 真的是活力时足为 看到这些已经为人母的名传精彩 带着小孩一起快闪跳舞 也让我们感受到民国百年的欢乐心情 今天节目我们看到公民记者记录下身边感动的故事 而您也可以一起参与 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